2015年时,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与西方银行经济学家进行了轻松对话。 这种开放的交流在习近平执政初期很常见,反映了当时政策制定者愿意听取不同观点。 然而,近年来,外国专家与中国官员的会面频率下降,讨论内容也变得不再像过去那样有深度。 这种变化可能意味着中国决策层更倾向于封闭的政策制定环境,不再重视外部声音的多样性。 习近平被称为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反映出他对经济政策的高度控制。 相比于过去,他更倾向于通过先进制造业,如电动汽车和太阳能板,推动经济增长,而非依赖大规模的消费刺激。 尽管一些经济学家和外国官员,如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主张提升消费者信心以平衡经济增长,但习近平依然坚持避免大规模刺激政策。 这种策略体现了他对经济稳定和国家安全的优先考量。 习近平将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通过大规模投资于半导体等关键技术, 确保中国在全球技术竞争中的地位。 这种做法不仅是对美国限制措施的回应,也表明他对自主创新的重视。 这与他对解决遗留问题,如债务驱动的增长,的态度一致,显示出他对市场导向政策的质疑。 习近平在2022年获得第三个任期后,任命了一批忠实于他的官员,取代了之前的市场友好型经济学家。 这一变化不仅巩固了他的权力,也减少了政策制定中的多元声音。 例如,曾被视为市场改革推动者的刘河退休后,由与习近平关系密切的何立峰解体,这种人事变动导致了对外沟通的减少,也限制了内部的政策讨论。 中美关系紧张导致中国减少公开不利经济数据的透明度。 例如,去年青年失业率数据的发布被延迟,官方还敦促分析师避免使用通货紧缩等负面术语。 这种趋势反映了中国政府对经济数据管理的严格控制,以维持国内外对经济稳定的信心。 总的来看,目前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以先进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尤其是在电动车和太阳能板等领域。 这表明中国正在从过去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驱动模式转向更具创新性的产业生计路径。 国家安全与自主创新方面,政府投入巨资建立芯片基金,旨在确保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减少对外部技术的依赖。 这种国家安全优先的策略在当前的国际紧张局势下尤为重要,显示出对核心技术自主掌控的决心。 尽管市场经济学家和外国官员呼吁通过直接补贴刺激消费,但中国政府坚持避免大规模刺激政策,以防止引发新的经济泡沫。 这反映了对长期经济稳定的重视,而非短期经济增长的激进推动。 与过去相比,中国高层与外部经济学家的互动频率和质量显著下降,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减弱。 这一变化表明政府决策的内向性增强,外部声音和建议的影响力减弱,政策制定更加集中和封闭。 习近平任期内,高层经济决策者多为与其长期合作的亲信,这些人往往在政策制定上更能体现习近平的意图。 这一现象意味着政策方向将更一致地反映习近平的战略构想,而非多元意见地综合。 未来政策制定将更加封闭,减少了不同观点的融入,可能导致政策执行过程中缺乏灵活性。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政府在数据公开和信息控制上更加谨慎,避免负面信息对社会和市场情绪的影响。 这种做法可能会对市场预期和国际信心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尽管短期内不会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但未来不排除通过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增加居民收入,间接刺激消费增长的可能性。 当然了,我只能认为是未来不排除。 哈哈,没办法,只能说是未来不排除。 订阅鸿敏,精彩常在。